海基会跟海协会在香港就文书验证所进行的协商两天之后 由于双方在一个中国的艺术问题上始终谈不拢 今天宣告破裂 记者斯安德 黄武豪 李龙舅在香港的微信报道 海峡两岸的文书查证会谈 今天在香港港历酒店进行第二天的会谈 由于双方被未来文书查证的协议内容已经达成许多共识 因此今天主要的就是谈一个中国的字眼 是不是要摆在协议书当中 但是谈判不幸破裂 就在于双方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没有办法说服对方 我方认为一个中国的问题并不应该摆在文书查证的协议书内容当中 而大陆方勉然坚持一个中国的问题 应该留待两位高层负责人在北京或者是在台北继续的协商 很遗憾的在这一次会谈暂时终止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来达成协议解决问题 我想主要的障碍呢 这是因为大多方面始终坚持呢 协商和讨论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那对韩基哥在香港继续商谈 可以呢 有两会的负责人在台北 就在台北或者北京 就具体的表述 还可以进一步协商 至于孤王会谈的第二阶段会谈 是不是要继续在香港进行 看来是完全不可能了 以上是台式记者李荣舅胖五号 隋安德在香港的报道